今晚换谁停电 这绝对不是幸灾乐祸 这是全民的恐慌 观众朋友 就在今天 你记得不记得 桃园停完换台北东区 都跟缺电无关 台电跟我们讲是 线路跳脱 不然就有什么溃线跳脱 反正电没有不够 问题是 5600亿的强热电网 钱也花下去了 怎么会一场大雨 动不动就没电呢 而4月15号的 北台湾缺电精魂 今天王北华部长 他也首度松口 对 那一个惊慌的下午 花了2400万 去跟民间掉头寸 我还来告诉我们 缺不缺电 连彭博都打我们的脸了 好 今天要跟大家报信 观众朋友很简单 跳脱溃线就会停电 跳脱同温层 才能看到真正的事实 我们台湾的状况 到底怎么样 都是国民党在骂吗 你看看国际媒体 Bloomber他讲什么 他里面的标题告诉你 Taiwan's wind power ambitions are in pearl 也就是说台湾的风力发电 现在目前面临危机 这是大标 里面还有小标 即将上海的政府 要赶快要有措施 改变目前在地化的 一个电力配置设备 以解除危机 好不好 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他在告诉你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的ambition 就是你的雄心壮志 台湾的wind power风力 没问题啦 风力取代核电 不是吗 这个再生人员旗带核电 你的雄心壮志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根本经不起考验 观众朋友来 我们一个个来看 好几天 那当然 每次有食安事件 以后食安事件报道特别多 每次有停电事件之后 停电哪里有停电 可能有时候户数不是那么多 但确实是有 对不对 所以台湾就几个问题 有时候常常分区 他就跳电停电 亏限跳脱 但是民众只要出现了 乌妈妈的状况 你想想 家里面如果是在开餐厅的 我问郡相哥 我冰箱没有电三四个小时 肉会坏掉 所以停电可以接受吗 除非我们台湾就是个停电大国 对不对 好 所以停电的状况 尤其洞415是差点 就2.8%的被转容率 对 但前两天有热 然后昨天又下大雨 都会停电 所以这个中国市场都会停电的时候 我们就要检讨了 台北市的东区 昨天晚上停电 为什么 因为线流的融丝座故障 你知道桃园的那个大潭是什么 那个是机组故障 台中是什么 是管线破裂 花莲是什么 花莲是地震正坏 那理由的千千万万种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线流融丝座故障 北市停电 龙潭呢 龙潭说下大雨 下大雨 下大雨也有事 这理由 当台湾所有状况 地震 溃线跳脱 或者是融丝 这个做故障 或者是下大雨之后 溃线也跳脱的时候 那就很简单 回过头来 我们的电网不健康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地震 面对大雨 面对高用量 面对天气的变化的时候 那你就要常常就会停电 限电跳电 那这个就是台电要回过头来 跟大家讲的嘛 那现在才4月 而且昨天还下雨了 下雨之后 天气没有那么热 我们在冷气的用电量 稍微还降一点 那等到了7月8月的时候 那不得了 所以今年的夏天 是不是一定就会缺电 台电说 不会 他说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你怎么说 现在才4月以后更多 他说现在4月 但是降到2.8 是因为台湾 由北到南的许多的机组 都在进行税修 所以有430万千瓦的机组 现在目前没有用 等到暑假一到的时候 通通都可以陆续回归供电 就不会有问题了 希望如此 再来 那动四摇五那天 到底有没有在通知晚上7点 因为撑不过去了嘛 2.8%被转到绿了嘛 准备把它处理下去了 没错啊 大家开始分局限定 有没有 经济部跟台电一开始跟你说没有 结果呢 我们昨天不是给大家看那个简讯吗 是 我们昨天给大家看的同时 这是昨天的状况 在立法院问文美华部长 那文美华部长可能想说 反正算算10千 剩下刚好一个月嘛 反正我要走了啊 下个月要走了 他就说没有 讲得很轻松 他脸也笑笑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张家俊立刻就出示了 那个简讯讲说 立立功赏 明明简讯里面就讲啊 各大会注意 邀请动动 就马上7点就要开始 分局限定啊 才跟大家讲说 其实真的有这个简讯 好那现在呢 提出问题不重要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不要重要 解决提出问题 对啊 提出问题以后呢 我不管啊 解决问题不用 先再查到底是谁 把这个资讯留出去 但是观众朋友 我们把话讲回来 你真的到2.8%了 轮流限定是对的 要不然到处会出问题啊 那怎么可以让它 变成2.8%才出问题啊 对对对 但是你已经2.8了 所以你有这样的简讯 这是事实嘛 是 你都应该主动跟大家讲 我们当时本来就是 如果没有筹到电的话 对 台积电没有少用的话 我们就过不去了 对 但你去查说 谁把那个简讯留出来干嘛 又不是造假 对 所以回复头来就知道 我们的整个电网 并没有那么健康 但是问题是 俊阳哥常讲说 台电都亏钱啊 所以电网不健康 没办法 亏欠会跳脱 我刚刚讲了半天 还少讲一个 小松鼠攻击 对不对 小松鼠一冲过去以后 亏欠又跳脱 所以台电常常就会没电嘛 那你就是电网不健康嘛 台电的说法也不是这样 他说我们的电网 其实是很健康的啊 因为过去的10年 我们花了多少钱 5600多亿 你看 分散工程一种 强固工程一种 这边4000多亿 这边1000多亿 这边16.9亿 加起来 总共有5645亿 叫做绿电省道 你所有的绿电来了以后 我们这些整个输送的线 它是像省道 省道你知道 以前我们的年代 台一线啊 对对 这二省道 从新庄到台北 最大条的啊 那我给你最大条 最初最强的就算了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下雨 会会先跳脱 所以过往花了这么多钱 10年花了5000多亿 是不是已经让我们的电网 非常的健康 看来虽然已经花了5000多亿 遇到了大的状况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状况 然后呢 让我们的电网出现问题 对嘛 你5600亿分10年 逐年来施作来强韧的话 一场子不堪一几地就说不话 再来 分10年分散工程 强固工程 防卫工程 里面居然一大笔钱是 帮绿电开省道 绿电就要绿电另外预算啊 怎么会跟强韧电网有关 你拿这个钱去帮绿电开通吗 那现在目前的情形就是说 因为你的能源配置是要核能退场 所以你就遇到很多捉心见肘的状况 就像洞四摇五那一天 我现在跟大家讲 风力发电大概五六块 火力发电大概三四块 那核电呢 大概一块 我想是一度 那那一天洞四摇五不是说非常紧急 还发了钱去吗 最后是用多少钱 用一度十二块的价格 所以就是核能的十倍以上 什么时候出现过这个可怕的数字了 我掉头寸啊 我现在就缺着这个十万 我的利息多少高率我也接下去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紧急要用的话 台电一开始也没讲 后来立法院问才知道说 真的花了每度十二元的价格 一度十二元 我们的核能一度只有一块多 你花了这样十倍的价格去买电 所以我们的整个能源配置 看来是有问题 那我也不是什么核能的推销员 打开门的麻烤工核能 政府来做决定 如果你核能完全退场 加上我们的电网并不健康的时候 下大雨地震任何状况 小松鼠冲上去 都有可能造成停电 那我们的电网确实就不健康 再来就是成本 为什么台电一直都没有办法赚钱 除了我们的发电的成本高之外 发电的来源 那个太阳能板 对不对 它的建构费贵 然后呢 我们的火力发电 天然气跟燃煤都贵 成本贵 因为从LNG传来嘛 接下来风力发电 这个就是刚刚之前面在讲的 彭福社在讲 前后呼吁 他讲为什么我们的Wing Power 现在目前看起来有危险 他看到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 这个风力发电的电厂 他要求供应链要国产化 我觉得方向是对的 就像我们的汽车 优质产业要保护一样 可是它的价格 比欧洲贵了太多 就是要求国产化 供应链的这个成本 我们的成本 是人家的2.5倍 所以你整个风力发电的成本 就会非常高 所以一支成本要8.5亿 风机呢 平常只要6.8亿 但是呢 我们的风场看起来 要35支的话 整个成本跟欧洲的建构 我直接帮你算了 大概就要差到60亿 那这就是多出来的成本 反映到台电的成本上面的时候 我们不涨电价 它无可怜 今晚换谁跳电 已经变成全民恐慌了 雨萱你怎么看 这奉执这很奇怪吗 因为你强认电网 它的开头两个字叫强认 强认来讲 你花了五六千亿的预算 基本上应该是要确保说 台湾如果在供电 没有问题的状况之下 它的输电 不应该出现任何的问题吗 但现在台电把所有一切跳电的原因跟归咎 都是在于 我们讲线路的问题 跳拖的问题 设备的问题 那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不就是电网的问题吗 电网的问题啊 我在讲台电的说法嘛 台电说这是电网的问题啊 对不对 设备故障 小松鼠 那强认这两个字 你很难去跟一个连结说 今天一个松鼠撞过来 对不对 今天一只鸟飞过去 或今天一只猴子爬来爬去 随便你要找任何的动物 然后最后就会造成我们电网的损患 包括桃源到现在为止 甚至他曾经还写一个叫做原因不明 那原因不明是什么意思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所以这两种解释是违背的嘛 你要嘛就承认说 哦电网真的很烂 但你现在又说电网被我们强化了 要嘛你就承认说 供电上确实是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两件事情是悖论的嘛 你不能把这件事情扯在一起啊 两个不可能同时发生嘛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哦 我觉得王美花讲这种说法也很好笑 因为王美花现在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说 哎呀我们绝对没有限电 那事实上简讯已经讲得明明白白 那他下一秒马上跟大家讲说 哦限电 这个我们马上去查说 到底是谁把这东西泄露出去 不是啊这两件事情也是悖论嘛 你要嘛就是从头到尾没有限电 要嘛就是没有人泄露啊 那怎么会说你没有限电 然后又有人泄露 那是鬼泄露 我现在最担心的反而不是说一度电买12块这件事情 静翔哥 而是说一度电买12块 那我们是跟谁买 是不是跟这些耗能大厂啊 耗能大厂嘛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耗能大厂 你觉得他赚到了吗 没有 他亏惨啦 他根本不想卖电给你啊 他今天一度12块卖给你啊 那请问一下作为代价 他要牺牲掉多少产能 他要把多少的营运多少的量能 全部往下调往下降 现在股市一直在跌 但当中其实大家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比起地震 反而是你这些产业 当你设置在台湾设厂的时候 电能不能够 未来能不能应用 如果要因为台电被逼的 我们台湾的产业 不敢设厂 甚至把厂房往外移 那我跟你讲 赖政府也好 蔡政府也好 这个他绝对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台湾的这个电力现况 一以贯之其实就是一直渔民政策 渔是愚蠢的渔 就是呼隆民众 什么事情都告诉你这个末端的答案 但是不告诉你来龙去脉 比如说这个东区昨天晚上停电 真的哀鸿遍野 因为当时是晚餐时间 那对店家的损失 当然是要跟店这个客人赔罪 然后又不知道时间还要多久 所以就一团慌乱 那最后台电给答案是说 因为这个限流融私做故障 龙潭的话就是这个 大雨溃线跳脱 看起来好像都是直指这个设备问题 可是他并没有告诉你说 为什么限流融私做会故障 是因为大家瞬间用电量太大吗 还是因为你供电不稳 忽强忽弱造成设备这么容易坏掉 这些真正的原因都没有讲 你去讲末端的最后的一个答案 好像要告诉大家说都是机械的问题 哪有这么多机械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东区这个断电 对这个业者来讲真的很苦 为什么 因为台电最多给他们的补偿 大概就是说我停电 大概这一段时间 给你电费的减灭 可是大家知道 他实际上的损失是 那个时候的营业额 甚至可能已经消费的人 不好意思收钱 那个损失是没有办法算 只能自己吞 对这个时间点 如果到昨天来推股的话 都是上班族 你看街上的画面就知道了 用餐用到了一半 那是多少营业额 一样的逻辑 就像刚刚雨萱说的 这一些人他不要你的补助 他也不想赚你的电费 你知道他不能做生意 才是严重的事 而且居然说你知道吗 这个还是因为大规模的停电 有上市新闻 零星的通知几条巷子说 我们今天要设备检修 这种是没有上市新闻的 我跟大家讲 大概今年就已经两次在东区 就通知你什么时候 星期五晚上11点半 要停电维修 这个是最尖锋的时间 然后这些都只能自然倒霉 而且还不是 因为都是局部局部 所以不一定大家会知道 那真的是很苦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数问题 在总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之下 可是我们供给要减少了 7月核三一号机就是要停了 那要把台湾的电力带上何方 全台的这个供电容量不足 是蔡政府八年留给大家最大的问题 所以你线路做多了 顶多就说跳脱不至于发生连锁跳脱 可是如果你留给大家的问题 真正核心是说整体的供电不足 你电网盖再多也没有用 东连结西调度 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所以这就会变成为什么台电会花一度12块 去跟民间买电 因为蔡政府把台电搞成一个 没有能力自主的发出足够电力的民营单位 然后只好去跟这个民间单位 花大钱调度的这个可怜的国营事业 可是你看4月之前 网美花也好绿营也好 没有人要正视这个问题 他是忙着讲说 这个绿电绿能很棒很棒 可是4月15马上让他露出真面目 现在变成解决不了问题 我就解决找出问题的人 谁敢说我这个国王的美丽绿能新衣的毛病 我就来把这个小孩追起来打他屁股 所以以后就没有人该再讲这个国王新衣 所以我们刚刚谈的都是 供电总量跟流量的问题 电价基本上在 他们吃了吃了铁的心 要往绿能那一方面去搞的时候 你大概就已经知道一定长定了 可是长了之后能不能充足的供给 这个才是后面最大的问题 是 杨明 首先 俊强哥你知道 昨天其实有国营事业也接到 上面的指令说什么呢 下午4点到晚上8点 只要你有柴油发电机全部启动 不要用试电 昨天哪几点的时候 昨天白天就接到通知 电就是不够了 还要求下午3点以前回报 如果有哪一台柴油发电机 不可以启动的 还要写报告 我就接到这样的爆料 你就知道 这个已经变成是最近的日常 这是每天了耶 不是4月15号过了就没事了 现在台电的状况就是 我随时都有可能出状况 所以呢 我要降低市电的负荷量 然后呢 只要能够各种 这边省几度 那边省几度 能省 就算是赚到 他们的目标就是 希望不要造成像4月15号的事情 再次发生 所以现在还是非常危险 只是因为昨天的天气候 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就是虽然早上下了一大雨 下了大雨 但是相对来讲 这个气温没有那么高 所以用电的需求没有那么强 但是最近的每一天都很危险 不过你知道昨天 龙潭那场这个大雨 里面大概有将近1万户受影响 其中有4000多户 台电给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雷雨导致树竹 倾倒 压垮了这个所谓的电力的开关 这次不是小动物 是植物 大家有没有看过 新技艺工队里面有个树人 连树都来搞我们台电了 真的是 真的是 我们讲台电真的倒霉啊 可是我们花了那么多 刚刚讲了5000多亿 要加强我们电网的韧性 结果我们的电网变得很韧性 很韧性 说断就断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断 原因很多很奇怪 然后呢民众叫苦连天 那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用12块钱 老实说 这个台电已经算出来了啦 那个4月15号 总共花了2400万 小钱啦 台电一年亏上千亿的 哪有在乎这2400万 而且我们今年才刚播补台电1000亿啊 我们台电很有钱啦 这种小钱只要不断电 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 都很划算 今天是台股的超级黑色星期五 盘中一度大杀了上千点 我们今天就很好奇一件事情 台积电明明昨天法说 已经为泽家告诉你 第一季史上最旺 也跟你预告了第二季 不会让投资人失望 我就问 基本面这么强 今天到底在杀什么的 今天国阵聊到现场告诉我们 从基本面 还可以看到哪一些密码 昨天没看清楚的 一注之汗 今天仔仔细细为大家 回到那个法说的本质 投资人可以拉回找买点吗 而如果中东战火持续的话 还有哪一些因素 会是影响台积电股价的呢 今天台积电可能是杀错了 当然战争会有影响 不过可能是杀错台积电了 因为台积电 昨天的法说其实是很健康的一年 而且今年会越来越好 所以台积电没有那么糟糕 可是蛮可惜的 今天因为 他有一些预测 是让大家产生的担忧 以及战火发生 在内阁公布 所以今天是一直往下杀 所以法说变法会 变成一天就跌到1.4兆 是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一场法说会 也是台湾史上第一次一天跌破1000点 但是为什么说大家今天可能杀错了呢 因为台积电其实他自己没那么糟 可是魏哲家太诚实了 别人是有点糟 所以我现在讲说台积电自己有那么糟吗 其实他的营收 其实还是创历史新高的 获利8.7兆 现在这部分 先进封装的需求是倍增的 他很诚实 然后还要跟封测厂合作填补产能 这块没有问题 AI光还是照得让人家有点热 这没有问题 而且两奈米明年会浪产 也是一切要禁咎 当然现在缺水 是两奈米必须要早再生水 不过这倒也没有问题 好 可是 他今天讲的是 昨天一下子整个资本市场的反应是 大家听到这个 下修半导体市场的展望 预期年增10% 再来他讲说 车用市场本来 他第一季 我们先回到第一季好了 第一季那时候 上一季的法说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回到上一季他说 半导体的展望是好的 预估会成长超过10% 所以他下修 第二个他看到车用半导体 车用晶片会成长 可是他昨天也说他看不到 所以这就是大家看到问题 你刚刚讲到的可是 我这边听着听着 还顿了半小节 我就倒抽一口气 投资人也是 就是因为魏哲嘉 昨天法说的这个可是 大家就听到了 你下去有展望 消费电子跟车用电子都消耗 今天就杀这个理由 对今天就是杀别 理论上今天应该要杀别人了 对不起 资本市场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当然今天有多重因素 我们就无法去预估 可是理论上今天应该反映的是 叫车用这一块 因为魏哲嘉说 上一季回到上一季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觉得车用是会成长 可是他现在看不到成长 车用市场很麻烦 接下来他讲说 手机虽然恢复成长 但没有大家想这么迅速 所以手机有点麻烦 接下来他讲PC成长缓慢 库存问题好像还没解 有问题 不就听到这个地方 世界末日了 所以他基于这几理由 基于刚才我说的这几理由 他下杀半导体市场展望 预期连针本来是多于10% 现在少于约10%左右 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所以别人同业在紧张 问题是你一枝独秀 所以大家要画对重点 昨天真的是被错杀了 今天的股价 再来 大家还在想说 他昨天晚上发布的那个重讯 跟今天杀他的股价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没有关系 当然大家会看这个问题 因为确实电价会调涨第二季毛利率 0.7到0.8 但是以他的毛利率来讲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在地震 我们在这里提过 谈过地震 虽然30亿影响毛利约0.5% 但是地震其实是短期因素 而且保险会理赔 那这笔钱其实30亿 对他第一季就赚2500多亿 这样的数字来讲 其实是 就是牛刀 就是九牛一毛 这样一点点的钱 电价 他其实也是可以反映 他代工的问题 当然台湾怕的倒也不是电价 是电力不稳定 这其实大家会怕的是 那以后你进入两奈米 水跟电能不能稳定的问题 这其实是资本市场会担心的 所以倒不是真的反映这件事情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什么 他讲的手机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理论上应该要大跌的 其实是联发科 所以联发科也一如 大家预测了 其实联发科今天跌了 大概5%左右 甚至盘中更多嘛 在PC其实也表现不好 然后车用其实也不好 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其实是 资本市场为什么一开盘 其实台积电昨天ADR就开始跌了 因为大家会 其实会有个隐忧 台积电健康 但是别人不太健康啊 手机我们现在讲 手机的问题是 手机变化其实非常的大 苹果在不停的往下掉 魏哲嘉昨天实在很会很敢讲实话 而且讲的都是实话 每个都非常的中肯值得听了 所以大家一看 苹果手机只卖5000万支 比去年减530万跌幅是10% 这才是可怕 所以你看这条线 你会看到按年变化9.6将近10% 对 它掉了按整个年去变的话 是少了3.4个百分点 其实很可怕 可是别人呢 别人在大幅成长啊 所以手机的问题是 科技战是不是导致 整个中国手机 真的在用国主主义去取代 苹果这件事情是影响很大的 那我继续追问哦 你现在讲到苹果这个太敏感了 今天进步到我们来去透析 整个台积电的客户的配比 那个占比 这个是最大的客户 如果最大的客户都已经 -10%的话 会不会伤筋动骨呢 对 这就是大家会担心的是 苹果到底占台积电多少 很可怕一个数字是 这里是占了20%以上 推估大概20到足迹会变化 大概是20到25% 一年是5000多亿的订单 苹果是第一大客户 如果苹果光不在了 对台积电影响有多大 这是大家资本市场会担忧的 当然昨天 其实你把整个法说看完之后 其实你倒也不用担心 因为有一个家伙 不断的在成长 那个叫NVIDIA 所以反而先进制程 这一块缺口 其实是被NVIDIA填补了 那倒没有问题 可是大家怕的是手机 手机会啦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讲说 中国的手机 你看小米传音 这个非洲之王成长80几% 小米成长33% 再来是华为 华为现在这几天又来推出新手机 一样预购了非常好 当然很多在炒作 可是这也证明一件事情 中国晶片再不好再烂 还是有人会用中国品牌的手机 所以整个事实大变化 会发生有些问题 好 你看到你帮我们画了两个重点 这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还有越来越壮大的NVIDIA 我就问 包含了车电 包含了消费型电子 这个地方失去的 这个地方吃不到的 它的着重跟成长 AI补的回来吗 当然是有看到这个 其实从去年10月就开始了 台积电叫AI光越来越强 苹果光是越来越差 所以这个是去年比较久 因为一年才公布一次 所以现在NVIDIA 大概已经到十几% 而且很多这个先进封装的制程 其实是来自NVIDIA AI跟高速运算 其实魏哲家是很老实人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 而且足迹成长 现在是满足客户问题 所以NVIDIA这个是补充回来 可是再来大家担心的 又回来 昨天他还讲的 PC出了问题 成长幻慢 甚至可能没有看到成长 所以这几个人也是十大客户 我们来看十大客户 再来是Intel 再来是AMD 这两个也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当然联发科也其中在里面 我们叫手机 范手机族群 我们刚才讲过手机的 Intel跟AMD 现在碰到什么麻烦 什么麻烦 碰到是中国已经开始要求 自己官方的电脑 不可以用AMD跟Intel的 CPU的晶片 那这很大部分 尤其AMD的CPU的晶片 是来自台积电代工的 你看它占它7.6% 一度还是 去年还比NVIDIA还要多 所以这一块 如果PC的成长会有问题的话 那会不会威胁到 影响到台积电营收 是大家现在最怕的 因为这十大客户 其实都会影响到 所以到回来讲 很多大家现在正正担心的 为什么会杀错台积电 可能是成熟晶片或CPU这一块 中国本土晶片会慢慢取代 PC可能销轰 然后整个消费型电子手机 也不如外面当时的预期 还有一个关键字叫车用电子 你怎么观察 对昨天魏泽家讲出一句话 其实大家也是震撼 而且大家也是很关心 他说本来车用电子 他在上一季的法说 他认为是会成长的 结果他现在看不到成长 而且有一件事情 其实印证魏泽家 今天是讲 昨天是讲老实话 特斯拉在裁员 当然不是所谓的电动车市场不好 而是杀价竞争太过激烈 尤其是中国国族主义崛起之后 他支持本土品牌 那这个对车用市场 已经造成影响 所以大家会在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通讯这一块 因为中国也要求 他的三大电信公司 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也要用本土的晶片 那些通讯晶片 其实也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会不会整个半导体市场 开始改用中国自己 本土制造的承受晶片 我现在要讲的叫 成熟晶片 那这一块是 台积电其实昨天下修 整个半导体市场展望 预期成长可能会没有 原本那么强的是 中国大陆开始一分为二 他本土用本土的晶片 中国以外的用海外的晶片 那当然对台积电来讲 影响不大的是 台积电一直在往先进制程去走 可是如果你做的是 跟中国大陆冲突了 那以后可能是非常大的麻烦 所以整个法说下来 今天台积电杀错了 台积电很健康没问题 可是别人可能陷入一场 中美科技大战的漩涡当中 今天大家都在讨论 穿着Prada的都是恶魔吗 那倒不一定 我们今天给你看到 绿营连日追打许巧新 现在居然连他穿的衣服 也可以拿来打 苗波亚发难说 许巧新他一个是议员 哪来财力可以穿上 一身名牌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我就问 也穿过Prada的小英总统 对 还有一身贵气的 我们的王美华部长 是不是都应该要被放大检视呢 好我们先来讲这个东西 居然哥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我原本是在讲诈骗集团的问题 怎么到最后变成来 看大家的一个形头 看到底谁比较贵气 好 苗波亚来弄了一个图 然后这个图里面呢 他说这个东西是LV的连身裙 Louis Vuitton连身裙要10万 然后呢 这个东西来讲下去之后呢 这个就是特别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LV的 他到底是不是他自己买的 结果呢 一大早就翻车了 因为这个人是谁 这是一个赖的截图 这个是余美人 余美人赖他了 告诉他大家讲的意思 不好意思 小心手 我当初送你的衣服 不是LV的 只是节目穿过的旧衣服 陈某你不嫌弃 好 这个是绿营追打 徐草新的一身行头 翻车之一 没有 这个是连环车货现场 翻车之二 我们刚才没打算放过 黄杰说 你们这对夫妻 怎么可能一年 薪水暴增这么多呢 对 俊翰哥你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子打吗 这是一个节奏 先说你怎么可以穿 这个Louis Vuitton 或者是你可以带这么劳力士 如果这个东西 不是你这家合法取得的话 那你的薪水有办法来支付吗 结果呢 这个算出来之后呢 哇 黄杰自己也被起底了 人家是夫妻两个人赚嘛 对不对 所以从200多变成400多 年增400万 结果呢 你看看他自己一个人 人家是两个人 你这样子一个人的话 2022年是320万 2023年的申报是516万 516减320 是不是 快多出200万 你看也是194万啊 你这样子 也不是也是200吗 好 重点来了 如果穿这些东西 就有问题的话 那大家就来看看 你看完徐晓星 你要不要看一下绿营 好 Prada里面来讲的话 最有名的就是谁 小英总统 而且小英总统 他也没有在跟你客气的 他直接这个三角环 什么意思 就是Prada的logo啊 他在过去来讲到2008年 那个时候呢 出席公开的一个论坛 他就有穿着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不用特别 就是清清楚楚 很多的人都买不起这个东西 但是呢我们的小英总统 在当时候媒体报导是 已经买到了什么 VIP了 所以呢在过去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也有穿上Prada 另外来说2016年 这个时候呢 去国外去参访的时候 竟然穿上了Burberry的经典风衣 这经典风衣 其实我要帮小英总统讲一句话 买对了 当初呢大概是7万2嘛 你现在去买的时候呢 已经不止7万2了 他是每年都会来调整价格 那当时候这画面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是Burberry 因为这是他的经典传统款式 另外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王美花 这个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最厉害的 经济部长王美花 这个东西你看他 他每次出来的那个形头 这个东西 珍珠 玛瑙 或者是我们讲的翡翠 这个东西是难以去估价的 如果是天然的珍珠 哇那个价值是难以估算的 所以大家回来看 是不是大家其实都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才说嘛 穿着Prada的都是恶魔吗 当然没有啊 问题是如果你在半路杀进来看我们节目 你一定不知道说 哇 徐巧欣 这题居然是因为徐巧欣来的 对 吵到这边大乱动 你已经不知道 政治新闻怎么这么好看啊 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再学去想想看 其实买名牌 买精品 你要是有钱 要是有机会 我知道我怎样不行 对啊 你会放过吗 在过去来讲的话 高嘉瑜 那个时候呢 2011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讲过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要参访 参访的时候呢 去意大利 意大利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去买精品 然后买精品的时候呢 被连环报 为什么呢 就说你去参访 很多的行程 你要去参加 可是你好像很多行程 你都没有过去参与 但是只要是下车 要买精品的就有 而且买到最后 因为台北市政府 带台北市议员的 去同仁去参访嘛 你知道吗 在意大利 第一个治安没有那么好 如果说我们的议员 被人家爬了 哇那大地大丢了 或者是你去外面 绕一绕 你绕不回来了 那大地大丢了 所以呢 北市府就请了一个同仁 去陪高嘉瑜 但后来被其他的议员爆料说 我陪你是要保护你的安全 或者是帮你做一些特别的 就是一般如果你走不到路 我帮你做协助 就进来帮他 踢跨棒 他变成提包小臂 然后那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当初来讲 就造成很大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你把公务员担什么 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 后面是一只绿水鬼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呢 就吵到一件事情 王信仪也是另外一个议员 就这样爆料 说那个时候呢 在这个参访欧洲姐妹室的时候呢 去买了一个绿水鬼 那绿水鬼当时候 这一个多少钱 那时候是37万 好重点是 你有37万你买不买得到 你买不到 我那时候朋友买 你是那个时候买多少钱 51万 你没有51万 你买不到绿水鬼了 所以呢当时候大家就想说 哎哟 这个东西也真的是太厉害 所以呢 你纵观这一些 如果你有能力 你有机会 感觉上要买精品 要买明表的 是不分蓝绿 伟翰 我们来看到 已经不知道在打什么的打币 打到居然变仇富了 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目前是这样 两个重点 一个是到底他有没有穿这么贵的衣服 跟这么贵的这些首饰 那答案很清楚 今天 郭台铭也好 或是蔡英文总统也好 或者是有钱大老板也好 他穿的名牌 身上可能说10万块一套的西装 大家不会去讲什么 他们现在在打的是徐晓芯的人设 我讲第一部分 就是毁灭人设 因为晓芯以前是怎么出来当议员的 早餐店女孩 不服就干 生死看淡 他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小女孩 挑战党内 然后现在到了从议员到立委 他现在要告诉大家说说 徐晓芯不是你想象中的早餐店女孩 他身上这样子包含这个鞋子多少钱 衣服多少钱 那整个加起来可能上百万的行头 就起义 就说他可能比一般人穿的还要贵 那问题是蔡总统也穿很贵啊 对啊 蔡总统从小家里就是养尊处优 大学就开车 整个台大洲两台车嘛 然后呢你说我刚刚讲董事长啊 或是什么样的企业家 严慎文 以前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也被 很多人觉得说家里很有钱 有钱不是错啊 那你有什么住地保 你有什么开名车 所以呢他就会被攻击 在选举上的话呢 会不利的 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觉得民进党就是要把 齐晓芯的这块打下来 你的人设你以后再不是那个 从草根出生的早餐店女孩 因为你穿的衣服 其实也不便宜 第二个 其实苗宝要讲的不是只有穿着 毁灭人设 他要讲说 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真的是你自己赚了钱买的吗 如果是有不当财产来源的话 那这样后面有可能处罚 所以他是攻这两个部分 所以其实因为 徐晓芯过去 监督民进党也觉得很凶 民进党选民对他来讲 他仇恨者可能排名是第一的 就所有民进党知者 看国民党的政治问题当中 或许他最处置的坏人 就是徐晓芯 所以现在就跟你不断的攻防 从他的这个先生的姐姐的先生 一直到现在他的穿着 还没结束 LV不是真的 可是其他那几件 目前你看网络上都还在讨论 好 黑君你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这样 就是基本上 刚刚已经把他 晓芯的这个主要收入 已经算给大家听了嘛 当议员当立委的收入 都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 那这样他是一个疯狂通告卡 所以他的收入其实很好估算 那在台湾社会上 不管是不是做政治任务的人 有这个收入的人 有这几件精品 会不会是逾越了一般人的认知 我觉得大家从这个标准去想就好了 那坦白说就算我自己好了 先生送的自己生日 犒赏自己的 谁身上没有一两件好东西 那关键就在于是 你怎么买进来的 那我觉得现在绿营之星 基本上路人皆知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 没有 我称赞他OOTD 他的穿搭 但是这个意思吗 他其实不是这一两天才有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开始讨论他全身的行头 很简单 因为就在大姑事件爆发之后 绿营现在其实我觉得上上下下要做 就是寒沙摄影 影射这两者之间有关系 要把他跟他大姑 还有这个他大姑先生的 这个不法的行为连结在一起 可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所以就是从这些衣服啦 首饰啦 鞋子去做文章 那我想问的是 这几天当然讨论得非常热烈 也包括在Thread上面 我看那个社群串文一串 因为这些事情 就算对政治没兴趣的人 他本身是很有娱乐性的 就算我对这些人没什么喜好 我看看这些东西 进来讨论几句 他是很有娱乐性很有讨论度 所以在社群上面有一定的声量 可是我要问的是 绿营上上下下其公正的议题 期待为社会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是希望以后我们的公职人员 全身穿搭要定一个法定价位 不可以超过这个价位吗 还是说希望大家这个要出入的时候 要够会场更会场 我就跟大家讲 以台北市议会来讲 这也不是秘密 一个议员的车库 很多人是A车进B车出 他在选区地方活动开的车 跟他平常上下班出游的车 这是人事 不是同一辆 那有的真的是落差到 我觉得很荒唐 就是这已经凹凹凸凸 这样破破烂烂 在选区开那样的车 然后他私底下又是另外一种 双头这个双B的这个黑头照车 那我们要追求的社会价值是这个吗 如果是那就继续 那除非我觉得今天很简单 他要攻击许晓星 很简单 如果你有一个一锤定音的证据 比如说这个你可以找出这个 贵姐贵哥 说他拉着皮箱 谁去替他买单 或者是你很明确的 有他不法所得的来源 证明他这些东西身外之物 都是用非法取得的方式 一场毙命 对那你就去做这样的指控 让他这个依法办理 否则现在只是寒沙摄影 这样八卦式的讨论 台湾现在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仇富的氛围了 那仇富这件事情 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公众有任务带头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想要追求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绿营这场仗 最后追求的是什么 是毁灭许晓星吗 还是说要树立一个全民 全公职人员 大家全身标配我们来立法规定 不可以超过多少钱 你要追求的是这个吗 如果不是我们把资源放在这上面 意义到底是什么 讲到关键字了 杨明 一连串的穷罪猛打 可以达到毁灭许晓星的目的吗 毁灭不了许晓星 但是可以牵制许晓星 怎么说呢 那许晓星每天下来就回应 我今天穿什么 明天吃什么 后天用什么 那许晓星还要监督吗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这几年 其实大概从疫情以后 几乎所有执政党的弊端 有问题的事件什么的 许晓星无意不语嘛 所以这次叫什么 复仇者联盟大集结 上百个这个侧义名嘴 这个什么立委名代 全部对着许晓星打 那对许晓星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打许晓星有版面 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 是谁什么在中国大陆 什么出国了 然后不在即投票 那个立委谁还记得 那个名字叫什么 还有人记得吗 没有人记得了 大家只记得许晓星 所以打许晓星才有版面嘛 那今天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于许晓星来讲 我觉得对他真正 他应该要思考一下 今年要报名台北时装周 要去走秀 这么多精品 我们还以为 今天是政论节目吗 不是耶 今天都在介绍精品耶 来代言 对啊 其实台湾很多本土品牌 干脆找许晓星来代言 大家会在意他穿搭 所以你知道 现在你知道韩兴 比如说最近 孙义珍来到台湾 大家都会说 哇 穿什么样的洋装什么的 许晓星 现在变成明星的待遇了 其实往正能量的方向下 以后人家就会注意你的穿搭 那许晓星 那过去 如果今天 我讲 都是自己 一分一毫 靠自己赚来的 有什么见不得人 就这么简单嘛 今天 这些所谓的 攻击他的 就是想要影射 这些钱来的 有问题 可是说穿了 许晓星 他加他老公 一个月的收入 可能有到四五十万 你说这个家庭 你说他是穷人吗 我们讲如果今天 许晓星穿得破破烂烂 才虚伪 才叫伪善 晓星 未来我们台湾政坛 如果今天要这样打下去 我们讲 以后很快就会有个政党 叫丐帮 每天穿得破破烂烂 还在街上刑旗 还有票 对 那干脆要这样 我们的政治 不需要这么虚伪 在台积电法说会上 魏哲家讲出了 全球半导体 不如预期 特别点名的 包含手机 包含了PC 包含了车用电子 但是台积电 还有AI需求独称 魏哲家口中的车用电子 大白话说 就是特斯拉啦 欧洲上个月的销售 居然暴跌了35% 但这恐怕还不是最惨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说穿的就是特斯拉杀手 比亚迪 一连串的低价场势 看到效果了 另外一方面 比亚迪正在复制名车的外形 想要高卖 装高上吗 而消费者会买单吗 这个倦向哥 我们坦白讲 有时候人有衰 人衰 人衰 为什么这么讲 这就是特斯拉 现在最惨的状况 首先第一个 你刚刚讲的 那个叫做晶片的问题 在半导体的事况不乐观 但与此同时 特斯拉这个叫做背负受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国内 可能要避讳到 有一些在所谓的中国生产相关的零组件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在中国上的车市 他又遭到我们讲 比亚迪也好 小米也好 各方的夹击 所以有够倒霉 来各位 今年的特斯拉 我们讲已经跌了四成 但你以为吗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往下 为什么这样讲 马斯克的他的身价 增发了大概592亿美金左右 但是各位注意到了 欧洲销量竟然暴减了35% 我直接给各位答案 为什么会减35% 就是因为遭到中国车市的打击 因为现在欧洲的大幅度的引进 来自于中国的各式各款 各样的电动车 甚至包括 他们下周即将要公布Q1的财报 但是目标价还没有公布之前 已经被砍了20% 从225块只剩下180块 那225块180块 你觉得这样已经到谷底吗 坦白讲 特斯拉卖到180 因为我是一路看他股价 够惨了 但我还会更惨 未来可能还会更惨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要从 他的整个里面内部去观察 一家公司是最准的 现在特斯拉讲 已经高达了1万人遭到裁员 而且各位 来哦 仔细看哦 中国销售部门 就是重灾区 有没有 就是遭到中国车射打击嘛 甚至呢 更离谱的是什么 因为特斯拉以前 他们都有带这种识别证 他们非常的重视资安 所以当他们走进去里面的时候呢 原本有这种警卫大哥 我看一看 有你是我们特斯拉的人 好了就放你进去 但现在发现一个状况 不对 我哪去再去 大家都在排队 大家都排队 结果他们就跟着排排排 排了两个小时 后来才知道要干嘛 俊阳哥 要fire 人啊 要fire 人在那排队 排到现场你还不知道 当然嘛 因为原本是你识别证 你有就好了 我就让你进去嘛 现在是要一个扫嘛 灯 扫过去 绿灯 你会放进去 灯 红灯 不好意思 你让人fire 请去旁边排队 逼不进去那一刻 我才知道我被fire了 对 你知道 这离谱在这边嘛 而且你知道吗 排多么凶狠 他等于说逼了这种 嗯 红灯 然后旁边排 想说那我要排去哪里 旁边就准备一台专车 你要排着 滚出远区 马上就叫你滚蛋嘛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员工了 而且哪有人用这种fire方式的 等到你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自己下一秒 还要逼过之后 才知道原来我已经失去工作了 好 我们讲到特斯拉为什么卖不动 卖书比亚迪 当然除了比亚迪的低价的策略之外 你自己的品质经不经得起考验 还是你早就被消费者给你背离了呢 对没有错 因为以前大家对特斯拉 有一种精品的想象 就像我手机拿iPhone 我觉得特别有这种优越感 那以前开特斯拉优越感 但现在越来越没有 为什么 因为理由在特斯拉自己的品质 也出了问题 现在看到这方面 这是在露什么 洩漏出这种蓝色液 直接跟我讲冷却液 那你说冷却液这个管线缝起来 这个强力胶黏着 不就没事了吗 没有 就有车主发现这种状况 你看 洩漏这一摊蓝色的观众朋友 你猜猜看他要赔多少钱 结果他去做解验 跟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你这个管子跟我们的电池 整个都是焊接地就会 所以你要整颗电池都换掉 对 60万70万 现在马斯克最恨的 应该就是步步进逼的比亚迪了 对没有错 我刚刚各位讲 中国的那个市场 为什么讲说到了欧洲 销量锐减35% 这个我们讲5成以上 应该都是被比亚迪整的 比亚迪到底有多厉害 之前跟各位介绍过 一台车子卖到给你35万台币 36万台币 这个还不够厉害吗 而且现在过去 原本Elon Marks 瞧不起这个对手 他这什么比亚迪 结果没有想到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特斯拉杀手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低价策略 大家觉得奏效啊 反正我买你的这个车况 也没有多好 品质也没多加 然后一个小时后 谈一下我家赔60万70万 我干脆去买一台35万块的车子 所以即便是这样啊 但是比亚迪的问题哦 坦白说比特斯拉还更严重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讲中国现在平均呢 每天你猜猜看 有几艘电动车会自然 俊耀哥 两架 五架 十架的电动车会烧起来啊 十台哦各位 十台一年烧3000台哦 吓死人 所以到处都在烧 而且他们讲的甚至有全新的哦 各位 未拆封的哦 直接开在这路上还不是开运送 坐好好人给他载 运送到一半 就这把火啊 就这把火啊 我跟你讲啊 因为它上面全部很多就是新车嘛 比如说运送到一半 可能太阳照一照 不知道心情不好怎么样 你就抓起来 换路啊 整台比亚迪全新的 就这样烧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担心说 恐怕比亚迪的问题哦 不是烧不烧的问题 而是早烧晚烧 何时终究都会烧的问题 好听完这个 雨萱的论述在看那个画面 你就想说哦 我知道你想说 尚未没后悔 比亚迪也料到我们会这么想 哎 他有种高级路线的 所以比亚迪很在这边 他用低价车款把特斯拉给打趴 但与此同时 这种大量倾销的是一部分 他又额外的创造一个叫做高阶市场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各位啊 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画面 这个是比亚迪新推出的Super9 Super9 看起来还不错啊 超跑啊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各位你知不知道英国有个超跑品牌 叫Ostron Martin 哦对这个Ostron Martin 来来来来左右对比一下 开我玩笑啊 什么两张 根本一模一样好不好 搞什么东西啊 一模模一样 而且我跟各位保证 它价格绝对比Ostron Martin低 那你说这个是偶然吧 这个是巧遇吧 绝对不是刻意的 没有真的是刻意 为什么 因为它另外跟宾室 Benz合作的一个叫藤室的Z9GT 来就给你现在看到画面 有没有感觉到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熟悉 有 想不起来我直接跟你讲答案 它就是跟一样保诗捷 Polamera的Sports 一样长得几乎又一模模一样一样的 开我什么玩笑 来我们左右对框看一下 拜托 哪一台哪一台 我把牌子遮住 分不出来 左边是保证捷吗 确定吗 你要确定吗 我不跟你讲 你自己猜猜看 所以他们讲又是自尽 但你想 这个一台是超跑 一个算是我们这种豪华的 这种运动型的 这应该算是房车吧 对不对 但不好意思 连我们讲越野车 连这种大型的 也要自尽 也自尽 我跟你讲最近路上 大家很喜欢看一台车 叫做Defender Range Rover Range Rover Defender 就你想想各位看看 右边是Defender 这我知道 左边也是Defender 只是size不一样 你要确定 再仔细看看 左边的真的是Defender吗 好像不是 结果又是 我们讲比亚迪的仰望U8 他们说怎么又跟Land Rover Defender长一模模一样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你这样搞 他如果价格只要你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 就如同小米卖的那一台 跟宝石捷很像 米时捷 对对对对 应该是台棍 我没有记住的话 刚刚这种东西 天下大乱好不好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二十天 现在在法定看 全部看电话 我会需要 全部看电话 自己一闹 我发出什么 我现在在法定 突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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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感谢观看